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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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者 队长 快跑 林家路你没听见吗 快跑啊 队长快跑 火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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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危險 奇怪 他怎麼只出這號塵區 小光 上火 黃斬箭 龍小弟竟然這麼厲害 一直還以為 他只是李仙姐的跟班 龍小弟 你那一箭真帥啊 剛才全虧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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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嗎 準備 對不起 刀斑已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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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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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采 賭 呃 啊 瑪弦 聖飲零奴 千引 帝离双刀魔祖为武剑魔祖 速度 力量 还有防御 都远超我们所有人 跟他对战 时间拖得越久 队我们越不力 昊珍 我没事 我们准备进攻 大家一起上 绝对防御 不行 太快了 根本看不清他的诡计 我来牵着他 你们继续攻击 寒冰别伤 灰归 飞有尽 老木 这样颤抖下去 只会越来越危险 就扛住他的攻击 枪机会反攻 神与割打 灰归 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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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我早就说了 打不过打不过 你们非要逞强 现在怎么办 等我灵力后攻 大家都得死 刚才 我差点死掉 我捷摸走 果然比想象的还要可怕 可恶 弟弟 你怎么样了 哥 我们要不先逃吧 趁他被冻住 我们去到监察室好不好 我说什么 怎么可以丢掉队长 静 他的弱点 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团队 再强了敌人 也在共同冲队 快想想办法呀 快你们还有时间争论 专闭时间恢复 我们一起 快去 可是我们的攻击都没用啊 两下去都得死 闭嘴 你可是个战士 好啊 你们都走吧 队长 他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 一开始就是我的错 现在还给你们 闭嘴 闭嘴 他马上就要出来了 队长 你坚持住 别松手啊 这就死定了 死定了 别闭嘴 我还给你们 闭嘴 闭嘴 赚紧时间 刚才是不干净过来 到底是什么 你见我做 我们几个身材 才能来找到 我还没闭嘴 现在你烧你了 够了 接下来 都听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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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的队友呢 看来他们都溜了 哈哈哈哈 别难过 等杀了你 我会找到他们给你赔了 啊 啊 你还是不讲话的时候 看起来更厉害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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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他的双刀都不是同时落下的 所以 要先卸开第一刀 絕对防御 第二刀来了 神运阁挡 强击光环 一起上 信念光环 请大家再相信我一次 我们一定能打败他 来吧 敌敌 面对恐惧还能义无反顾 这才是勇气存在的意义 神圣 冲击 一会儿我会用尽全力将它击飞到空中 让它无力可用 碧绿双刀膜的盔甲虽然坚固 但它却怕火 火焰斩 随姐姐 你要趁机进攻 闪电阻 然后趁它尖叫时 就是现在 凝聚你所有灵力 给它最脆弱的地方 致命以尽 这小家伙信得过吗 在残酷的战场上 能成为我们依靠的 是伙伴间的绝对信任 就再信你一次 明明真 去 这样会消耗我们所有的灵力 所以 必须一击致命 我们成功了 这个成功了 我们打败了碧绿双刀膜 碧绿双刀膜 这可是武剑魔族 林姐姐 小心 神铁阵 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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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魔团大赛即将开始 该出发了 灵魂已至 共赢圣语 要是舍不得 以后还可以尝回来 不 我讨厌这里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欠冲都被你吞了 就剩个尸体给我们 你看 还不知道能卖多少钱呢 没事没事 吸收魔精能量是需要休息 快回去睡觉吧 你们这魔精都没了呀 没了就没了呗 你价也不能太低啊 又死了这么多天 臭烘烘的 最多给你两百金币 什么这么低 这可是我们用命换来的 没想到拍卖场里 居然混进了如此无耻之土 这是什么鬼啊 瞧瞧这碧绿双刀膜 这坚硬的甲壳 松软的筋肉 还有这特殊的味道 不错不错 虽然魔精没了 但两百金币 只够买这一只爪子 小兄弟 你可不要被这个人给骗了 怎么会 这世界上 居然还有比我更帅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会比我还帅呢 你谁呀 竟敢在这里 胡说八道 这宝贝我找好久了 你们哪弄来的 我们杀的 怎么了 这两个人看起来 有我年龄相反 居然杀得了碧绿双刀膜 洞察术失效了 怎么信息这么少 也没失效 这位小兄弟 虽然伶俐比他姐姐高 但以他俩四节的身份 绝不可能 越阶七外五节的 比率霜到我 看来 他身上应该有什么秘密 赶紧给我滚 不要在这里扰乱秩序 我出两千金币 把这个家伙卖给我吧 我说 你没听到啊 他们已经委托给我们 拍卖场了 你赶紧给我滚 你是新来的吧 连本大师都不在事 就你这样 还敢称自己为大师 这傻子什么鬼啊 是黑短之短卡 拥有这张卡的人 那可是风貌灵脚 精致于你 至高无上 人有龙 是我永远不识探杀 曾经的贵宾 您有钱提前出价购买商品 好了 卖给我吧 两千个金币不亏的 喂 你要这尸体干什么 嗨 个人爱好而已 喂 这家伙 不会是个骗子吧 先看一看再说 而且这笔交易 我们也不吃亏 两千金币 卖给你了 好兄弟 赶紧拿你的摩金卡来 我给你转账 摩金卡 摩金卡是圣蒙拍卖场的交易卡 没我的话 我带你去办一个吧 哎 我们也有 给你 这是 林家露给你的 他说 呢 帮我把这个带给昊臣 他救了我两次 这是他应得的 让他去买点香药的装备 可别跟我们昊叶城丢人 也不知道 是谁给昊叶城丢人 这个女生怎么有点眼熟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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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请查收您的两千金币 不用查了 我既与你达成交易 便不会怀疑你 嗯 哎哎哎兄弟 别急着走啊 哦 我刚听你们说 是来参加练魔团 选拔赛的 碰巧我也是 你也是 你是什么职业啊 魔法师魔法师 兄弟 我叫林心 你呢 我叫龙昊臣 她是我姐李心 龙兄弟带我去哪呢 哦 本来打算卖了双刀魔后 去拍卖场换点装备 嘿嘿嘿 那可巧咯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这可是本大师在拍卖场里的专属包箱 龙兄弟想买东西 咱们就一起看看 哼 真强 打什么主意 看 要开始了 欢迎大家光临盛盟拍卖场 我是本场的拍卖师 叶魏妖 接下来 我们的拍卖会正式开始 龙兄弟 龙兄弟 您那里还有其他魔素脉吗 像碧绿双刀魔这种 现在真的很难找 我也只有这一只 你要碧绿双刀魔干什么 马上就知道了 你们看 第一剑拍屏 林大师出品 碧玉护体丸 三杰巅峰丹药 林大师 是 林大师 红头发现个 大荔枝 是你 赖河门头身染绿萌 花荔狐兽 是不是想敲诈啊 玫瑰 咬它 看你还敢乱说话 是你 大荔枝 没想到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太巧了 坐 姐 坐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 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能再见面 龙兄弟 咱们真是有缘啊 我倒要看看 这个油枪滑掉的家伙 打算干嘛 服用这枚丹药后 能迅速增加五百点零力的防御值 持续十五分钟 五百点防御 如果有这枚丹药 当时面对碧绿双刀魔 根本就不会受伤 起拍价 一千金币 竟拍开始 我要了 一千五 一千五 一千六百五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八 一枚丹药 竟然能拍到一千八 难怪多数魔药师是最富有的职业 一千八 三次 成交 才一千八 上次都有两千呢 看来我要少卖一些了 互以稀为贵 本大师留着荡堂豆吃也不便宜他嘛 龙兄弟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三颗碧玉护体丸就是你的了 三颗碧玉护体丸 六千金币 只为了一个回答 什么问题的价值这么高啊 问题很简单 那只碧玉双刀魔 真是你们杀的吗 就这 我不是回答过你了吗 我想再听一次龙兄弟的回答 那我也再说一次 那只碧玉双刀魔 确实是我们亲手所杀 很好 成交 林欣 刚才的问题可不值这个价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大家交个朋友嘛 都是要一起参加 猎魔团选拔赛的人 而且我还有事相求呢 狐猎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怎么 想提前贿赂竞争对手吗 姐姐 贿赂这么严肃的词 可不能随便说 而且 我真的只是想跟你们合作而已 你们应该都知道 进入猎魔团选拔赛决赛的六十人 将随机组成十支猎魔团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决赛的前三名 都有选择一名队友的权利 所以啊龙兄弟 如果你最终获得了前三 我希望到时候 你能选我作为你的队友 还说不是贿赂 假如我弟能进前三 他肯定选最厉害的人当队友 凭什么要选你啊 本大师可也是魔法店第一天才 凭实力出名 这叫强强联手 龙兄弟 我真不是贿赂 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想要的 就是你这么一个好兄弟啊 可你怎么肯定我能进前三呢 立即猎魔团前几名 几乎都是五阶强者 我不过才四阶 昊玥 你想要那个 这件拍品 看起来不起眼 但连最权威的鉴定师 也无法确定它是什么 石球内可能是无价之宝 也可能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起拍价 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 这太贵了吧 请各位贵宾深思后再出手 一旦拍出 该不退货 有哪位贵宾对这件拍品感兴趣吗 龙兄弟 你的魔兽伙伴看起来 很想要这个石球呢 一万金币也不多 我帮你买了吧 就当奠定我们合作的基础了 六号贵宾出价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一次 这位大姐你怎么能解糊呢 你叫谁大姐呢 我们才不用你的钱 弟弟 别忘了 我们有加入的卡 一万金币三次 成交 这位神秘的石球 归六号贵宾所有 为了这小魔兽 愿意花一万金币 什么来头 奇了怪了 这小魔兽身上也看不到任何信息 他 居然拥有圣眼灵炉 这对同队伍的魔法师而言 可意味着生命守护啊 龙兄弟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选我做你的队友 林心 你怎么就能肯定我能进前三呢 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聚灵丹 五阶以下 每天服用一颗后修炼 可多得十点灵力 回灵丹 任何情况下服用 十秒内恢复两百点灵力 暴灵丹 瞬间提升百分之百攻击力 持续十秒 这小弟 居然能练出这么厉害的丹药 兄弟 这些丹药单个售价 起码都是上万金币 算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现在我都送给你 配合我这些丹药 你一定能冲进前三 而且你就算进了前三不选我 会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嘛 所以说到底我只是和自己赌一场 这样你就放心了吧 姐姐啊 付出这么大代价 你就只为我一个承诺 没错 我相信你 好 那我也答应你 来 来 来 爹爹 你怎么 成交 让我看看这么贵的东西到底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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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吃了 啊 啊 没想到灵星给的丹药这么好 每天都能额外提升十点灵力 现在 我已经到达四阶巅峰了 这样下去 我也许真的有机会在比赛阶段 突破到五界 该回去修炼了 她的眼睛 小心 前面危险 好 你要去哪里 我帮你吧 不用 大小姐看样子是要回城了 她好像不开心啊 大小姐难得出来走走 居然被这小子叫了雅兴 不要 我教训教训她 是她 等等 大小姐让我们先撤 我教训这小子了 大小姐的性格 她肯定是打算亲自动手 看着吧 她死定了 那 麻烦你送我一下可以吗 啊 杀器不见了 查 这小子的任何资料都不要放过 是 是 难道是我的错觉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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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要不是轮回试炼让我不能说话 也不会连他的名字都来不及问 现在我能说话了 却又失去了视觉 只能想象他长大之后的样子 不能说话 有坏人在追我 马上就会感到 而且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傻瓜也早就不记得我了 但没关系 能再次遇见你 就已经是最好的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浩尘 你呢 我叫彩儿 彩儿 很好听的名字 你的家就在盛城吗 不是 我住在联盟东面的一座城市 这次来是来办些事的 那你的家人呢 他们怎么能放心让你自己一个人出来 我一个人 也能照顾好我自己 难道 他的父母也不在身边吗 你怎么了 啊 她眼里的世界 是怎样的呢 我想去取赛 我知道哪里有 给我来 怎么样 甜不甜啊 超甜的 怎么了 我到了 对不起 那你 那我 你先说 我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可以的 那 我先回去了 再见 你小心一些 你 你看 参见大小姐 刚才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男生 送大小姐您回来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今天的事 不许告诉任何人 是 大小姐 这个人 好强 他就是星宇大人的传人 比赛开始 做起没有再起小废物 笨大爷劝你乖乖认输 不然我赏你个万劫不复 你想好怎么死吗 果然是血实 那小子昨天靠叙事赢了 今天极有可能故技重施 这破技能啊 用来对付那些愣头精还可以 遇上我 老爹就教你一招 稳破他的叙事 一旦他开始叙事 你就立刻推到擂台边 与他拉开三秒以上的安全距离 教官 叙事不应该第一时间打断吗 我怎么跑那么远 他怕了 不 归影那家伙 的确抓到了叙事的弱点 再强大的技能 都会有破绽 叙事时间越长 威力越大 但消耗的灵力也越多 叙事完成后 还必须在三秒内完成攻击 否则 积蓄的灵力就会全部溃散 这也被称之为黄金散 只要三秒内龙号尘打不到啊 他这招就算是废了 所以归影一定早安排好 鬼无躲避的套路 那爹爹就不要叙事那么久 保留灵力呀 拖的时间越久 这场比赛就越危险了 哼 来不及了 这小子还是太嫩 叙事一分钟就要消耗五百点灵力 他要是早点结束还有得打 可现在 这两分钟已经浪费了他一千点灵力了 他现在结束叙事 剩下的灵力打不过回来 不结束叙事也只是继续浪费灵力 咱们都是输 这两人在干啥 哇 有完没完了 我都快睡着了 哼 三分钟了 这个蠢货 你该不会想用尽所有灵力来个全力一击吧 四斤的灵力最高只有一千九百九十九点 理论上四分钟就是极限 哼 有本事你就续满四分钟 别急别急 等给小子灵力全耗光 我就用这把沾满剧毒的匕首慢慢折磨他 哼 马上就要到四分钟了 都超过四分钟了 怎么还在世 不可能还又不是五剑哪来的两千点灵力 来啦 我全力躲避 你长翅膀也追不上我 三秒结束 就死定了 后来还有机会赢吗 大方 太冒险了 废物交出来的 也只能是废物 哈哈哈哈 来追我呀 混蛋 愚蠢 灵力都溃散了还出去 哈哈哈哈 翻表一到 受死我 哈哈哈哈 你个笨蛋 看我怎么收拾你 圣子凌卢 什么 手上的灵力居然重新混上了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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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箭 连续两场都是一箭定乾坤 这个人也太厉害了 圣影银炉 有意思 赢了 后尘赢了 好强大的一击啊 坐下 注意一探 教官 已经超过了红三三秒 后尘的灵力 怎么没有亏赛啊 我也不能确定 这小子有太多秘密 不过我大概明白 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战术 不可能 超过三秒了 你的灵力早该溃散了 而且你虚了四分钟 裁判 他犯规 他是五戒 他没犯的比赛规呢 五戒 五戒 虚事四分钟 灵力一定超过两千点 那就是五戒啊 五戒就五戒 直接轮廓不好吗 看来这届比赛 没那么无聊的 是他 彩儿 龙浩尘 是你吗 是我 这么巧又遇到了 那送我回去 好吗 好 又是这小子 大小姐在这儿站了两个小时 就是专门在等他 而且怎么又牵手了 干脆做了这小子吧 看着就碍事 别启着动手 再观察观察 好香啊 我怎么闻不到香气 在那边 是这儿 有柑橘的香味 还有很多其他果树的香气 是吗 我好像只能闻到橘子的香味 其他的就很难闻出来 眼睛看不见的话 嗅觉就会敏感许多 那我也试试 我把眼睛闭上了 原来苹果的香气这么美 那边是桃子的味道 那边是不是有梨子的香气 不是 是密关 是密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 这就是财儿眼里的世界 他们在干啥 我会在残灵爱吧 这小子 配不上我们大小姐 别紧 他最不知死 不好意思 我没收住 漂亮 我到了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我是说 感觉和你待在一起 时间就过得好快 走太快了吗 是可以再走慢点 不是不是 我是说 说什么 我是说 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我明天还要出来办事 不过可能会久一点 你愿意送我回来吗 好 那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你 又omie 臭小子 干掉他 就是要再淘汰一个人了 干掉他 武器武器 也分身 武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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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我可以走了吗 你已经获得猎魔团名额了 明天记得来参加排名赛 排名赛我弃全 虽然这姐姐的确很强 但直接弃赛也太狂了吧 什么来头啊 你认输吧 没必要浪费时间 比赛开始 听说你前两天 一直凭借着这个技能取胜 承承吧 别在我面前使用这种垃圾技术 五阶与四阶的灵力差距 胜负早已注定 灵力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 好 很好 快看 这就是夜太灵力 五阶的标志 太华丽了 这九十七号肯定完蛋 喂 你们俩给我闭嘴 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们完蛋 小官 号尘能打败四号骑士吗 很难 认输吧 释放夜太灵力后 我的攻防都会大幅度提升 你打不过我的 首先 大幅度提升 紫罗尔 ys 大钩 唯一 小金 大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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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钩 岩 大钩 他攻勢太强 根本没时间完成许事 既然你不听劝了 那今天就让他教教我 怎么讲强大 被神域阁打啊 还算是有点本事 可惜 你遇上什么 皇陈 守护其实因为攻击技能较少 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试 更多比的是灵力的高低 谁能在防御的同时抓准时机进攻 谁就能获得杀 你就这点伎俩 灵光之灭 光明之势为我守护 灵光光体 幸好有老师送到灵光护腕 一天可以激发三次灵光照 每次维持一分钟 灵光护腕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 只是 就凭着破龟壳 想撑到我灵力耗尽 别做梦了 还不死心吗 教鬼 弟弟要输了 后尘满住 液态灵力花开的消耗 是平昌灵力的三倍 只要放弃攻击 全力抹 就有机会拖到最后 绝地反击 光闪天 可笑 圣光天 在没有消耗掉对方的灵力之前 贸然攻击 只会适得其反 九十七号选手 你是否要主动认输 很好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 教鬼 她这是 将所有液态灵力汇聚尽身 无视自身消耗 全力输出 一方面 她是觉得没有防御的必要 另一方面 她是打算速战速决了 光致重力 走 怎么回事 被困住了 这是什么技能 怎么跟个囚龙一样 宣鬼 这技能我怎么从未见过 糟糕 这应该是传承秘籍 我们都答应了 面对我们这些强证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液态灵力上 这秘籍 世间万物 皆有永利法则 糟糕 不能动了 而人与人之间的法则 而人与人之间的法则 就是弱者 要向强者低头 你很优秀 但 我够强 教官 怎么办 弟弟她 这应该是控制系的秘籍 普通的技能根本无法破解 现在无论是灵力还是技巧上 这位五阶骑士都更胜一周 守护恩赐 勤急光环 昊臣想破开对方的防御 只可惜 守护骑士的技能 只有这些 他已经把他能用的全用完了 那弟弟怎么办 没用的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图了 昊臣 你知道历史上 为什么从未有过承戒与守护坚修的奇事吗 一是因为先天内灵力 越是高阶的技能 就越需要更多的灵力支撑 二 是因为精力 只有专精才能让修炼之路 走得更长更远 一味贪多 只会让两边技能 都无法修炼到位 而你身为奇事殿史上第一个光明之子 你的天赋于岭屋里皆易于常人 爸爸也相信你 可以付出更多的精力 保证两者坚固 我夫妻 你 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意义极其特殊 你将是整个人类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双修骑士 一旦你身份暴露 将会成为重视之地 同样的招式用这么多词 你这是前驴技穷了吗 这就是信号看起来不想放弃啊 再不拿出真正实力的话 可就输了 我向您承诺 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这个身份 还不认输 我可真正实 我 不甘心 结束了 本场比赛 四号骑士 爸爸 对不起 我不能 你也不在这里当劳 啊 这是 升天阵 成剑骑士的技能 自己曾经在打碧露双刀魔神用过 什么 你怎么会成剑骑士的技能 与子斩 边缓短剑 鲁城 尘剑 尘剑 之以为 不公平的紧按照 打碧露双刃 下一次 一 迫 萝却双刀魔神用剑 圆刀魔神用枠刀魔神使 黑色沙漠 我的黑色沙漠 可以加强整个场地的重力 绝无这么多的可动 药剧弹 怎么又是承剑器呢 承剑 竟然是承剑 这可是我们家承剑骑士的最大杀招 它能压制一切黑暗力量 是高阶骑士玉体杀魔的神剑 它怎么会 它究竟是守护骑士 还是承剑骑士 不 它是 双双骑士 就是同时修行承剑技能 和守护技能的骑士 但这种修行方式 只存在于理论中 可从这个孩子的身上 我能看到的是 它受到的教学 不论是承剑还是守护 都是最顶级的 这不可能 历史上从没有人能够同时修炼成剑与守护 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灵力 它G 结束啦 就是教我赢了 四阶也能打赢五阶 怎么是他 难道他是韩龙家的媒介 四号骑士失去战斗能力 九十七号骑士获胜 比赛结束